你和许宁远在工作上也要合作 你说 你们俩真是有缘分 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他了 那你 还像以前那样那么喜欢他吗 喜欢有什么用啊 人都带女朋友参加婚礼去了 他和你说那是他女朋友了 那倒没有 你猜了 你看你 工作上雷厉风行 一到感情里 需要你往前冲的时候 你就要退缩了 你干嘛啊 当然是 当面跟他问清楚了 宁远 回来这么久也没请你吃饭 明晚有空吗 出来坐坐 别别别 你别动 别别 别 把扯去了 宁远 我平时都叫他许总 你不懂 称呼突然变得亲密 才可以给他暗示 引起他的好奇 我的天 我去 难得你主动约我吃饭 不会是为了聊工作吧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你别慌 你就恢复 私人聚会 工作呢 只是点缀 这也不是我平时说话的风格呀 他肯定觉得奇怪 他觉得奇怪就对了 男人呢 都是天生的猎手 喜欢挑战 你就是要让他琢磨不透 然后他才会更加地期待 你们的约会 私人约会 工作只是点缀 当然没问题 那我先订个地方吧 回见 我看这事 要成了 我看这事 我还整齐 rope 又始终了 我看这事 我看这事 我还在这事 我看这事 我看这事 难不成你要来找我 不不不 我忙呢 那我来找你 我不在家 你骗我 你家灯都是亮的 不是 你到底在哪 你在那窗口 然后往楼下望 你就可以看到我了 我不在家 你跑我家干吗去 今天是我第一次 红队靠我炖蛋糕 我想带过来给你尝尝 你等着我啊 我上去上去 喂 不是 这什么什么信号呢 这个纸 我上去 你回家注意安全啊 大家跟我说一声 放心吧 你谁呀 我上去 晚上好 景姐 这个时间 你来找姜月聊工作 对 聊工作 好好好 那你们先聊 我不打扰你们了 对了 明天的约会 一定要好好准备 加油 拜拜 拜拜 姐 拜拜 拜拜 快 你干吗呀 我逼个男 逼个男 我从小找男一妹妹来找我了 牛逼堂一样 我只能躲 你看 我真没骗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 欺骗别人想妹妹的感情 人家找上门来了吗 哎哟 我躲他还来不及呢 我就待一会儿 他撤着我马上走 行吧 坐吧 看这里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坐 坐 家庭哥哥 家庭哥哥 你要是被我逮到你就死定了 什么呢 家庭哥哥 家庭哥哥 真的不在啊 居然不接我电话 游戏还开着 这个坏东西 归躲着我 我今天先放过你 等着我给你的大惊喜吧 走了没 走了走了 那你也可以撤了 你明天去约会去 嗯 有谁 许妮啊 对啊 那好 我跟你说 不是 你得好好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一定得把握住了 那你心里不是最在乎的就是他们 吗 为了上次喝那么醉 我上次那是 他们都要给我喝 我躲不掉 我看你是煮熟的鸭子 还醉硬 这样吧 看在你今天就我一名的份上 我给你来一个约会苏丛吧 你干什么 模拟场景 来 让我们想象一下 这里是餐厅 你 现在我是你 你是许宁远 这是菜单 接着 os 你在这里 funds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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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